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俊俊来了 迪丽热八 杨子是90后小花代表 而今年95后小花陆续崛起 像是徐我要演 赵露丝 流水迢迢 李兰迪 柳州记 王楚然 还有齐今昭 于书欣 墨宇云间杨超越 通通都是95后 近期豆瓣就评选最高颜值95后陆剧女星Top10 一起来看看吧 网评最高颜值95后陆剧女星Top10 于书欣 第十名是于书欣 于书欣2022年以苍蓝爵爆火 晋升为95后人气女星 不过自从爆红后 很多关于于书欣颜值的讨论不断 还有网友将于书欣列为95后四大仆女之一 于书欣确实不像迪丽热八 刘亦菲那样 是所有人公认的大美人 光论颜值的话 与同为95后的周也 王楚然比确实比较吃亏 不过俊俊觉得于书欣也有自己的魅力 她是偏可爱型的长相 肉肉圆脸很讨喜 身材也辣 是不一样的美法 接下来于书欣和丁雨昕主演的永夜星河 也备受大家期待 网评最高颜值95后陆剧女星Top9 宋祖儿 宋祖儿和吴磊 杨子一样 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童星 宋祖儿的外形 演技都相当好 观众员也好 很多网友称赞宋祖儿有港风美女的感觉 长相名艳大气 在一众小花中辨识度很高 而她的古装扮相也很好看 几乎没听过宋祖儿有过什么很丑的装造 是大家公认的美人 宋祖儿不像赵露丝 周也等人流量高 她走演技派路线 能演偶像剧 也能演正剧 甚至之前在乔家的儿女还跨越年龄 演活了被丈夫多次背叛的失婚妇女 原本宋祖儿是大家都公认的 颜值演技兼具的潜力小花 结果去年爆出偷税漏税以及各种黑料 一时间录人员口碑全面崩塌 今年前不久 宋祖儿工作室则再次发声明 例证不存在偷税漏税 高考违规等行为 宋祖儿也时隔一年重新在微博开始营业 宋祖儿的带播剧 折腰 艰难的制造阅读课等等 搭档的分别是刘于宁 张星成 侯明浩 质感看着都不错 现在宋祖儿解封 也让她的带播剧 再次受到大家关注和期待 网评最高颜值 95后陆剧女星Top8 李兰迪 近期演出流水迢迢的李兰迪 在2017年的你好 就时光时 观众都觉得李兰迪清秀漂亮 不过在清宫古装剧孟茴 却被吐槽胖 这之后李兰迪的颜值 被很多网友攻击 不过李兰迪在与陈兴旭主演的 星落宁成堂时 不少网友都觉得李兰迪美回来了 其实李兰迪蛮美的 她的长相清秀 五官端正 虽然确实不是绝世大美人 但盛在气质好 只要装造不拉垮 她是漂亮的 网评最高颜值 95后陆剧女星Top7 赵露丝 赵露丝获得第八名 赵露丝是今年最火的95后女星 论演技和实际 赵露丝都属于前段班 不过2022年 赵露丝凭心汉灿烂爆红后 关于她颜值的讨论也很多 赵露丝也和于书欣一样 被列为95后四大仆女 经常有人攻击赵露丝的外形 赵露丝同样不是迪丽热巴 刘亦菲那样公认的爵士美人 她是可爱小美女 肉肉的小圆脸 灵动的模样 让她观众缘相当好 很多人追赵露丝的剧 都会不自觉被她吸引 不少观众看好赵露丝 能成为纪扬秘 赵丽颖之后的古装女王 顶留小花 她很有潜力 网评最高颜值95后 录剧女星Top6 程霄 程霄不像于书欣 赵露丝等人已经有代表作 但光论颜值 她确实很漂亮 宇宙少女成员程霄 是众多转型演员的爱豆中 资源很好的一位 她和王一博同属乐华娱乐 公司有意捧她为一子 主演了多部女艺角色的戏剧 像是古装剧天醒之路 灵欲 还有甜宠剧 你微笑时很美 和两眼血液等 不过程霄比较被诟病的是 演技 她虽然人美 资源也好 但演技被很多观众吐槽 之前在你微笑时很美 程霄还被酸说 是继杨颖Andrea Baby之后的 瞪眼派代表 如果要长久地走演原路 提升演技 还是首要之物啊 网评最高颜值 95后录剧女星Top5 杨超越 杨超越的颜值 确实没话说 她长相甜美 自出道以来 颜值就很受粉丝追捧 而且杨超越古装扮相也好看 之前在古装剧长安诺 且听凤鸣 说英雄谁是英雄 古装都很美 还有最近播出的墨宇云间 每次只要杨超越 有新造型出现 几乎都美得让人眼睛一亮 而且各种装造都能hold住 无论是虫子的仙侠造型 江夜二高冷孤傲的天女 或是长安诺温柔贤淑的后宫嫔妃 杨超越各种造型都非常美 俊俊最喜欢的是 她在七十几响里的造型 每一张照片都让人忍不住感叹 她真的好漂亮 好好看 忍不住想一直盯着她看 网评最高颜值 95后陆剧女星TOP4张静怡 张静怡是近年崛起的95后女星 虽然知名度和各方面的流量数据 不如赵露丝 余淑欣 但被认为是95后最具潜力的新生代之一 而张静怡和周也一直被说长得很像 但张静怡的气质更甜美一些 带有文艺感 演技也更文艺点 张静怡属于很有韵味的长相 很适合各种文艺电影或剧情片 比如《无名》和《一件清新的民国装造》 点燃我 温暖你的少女 张静怡都很有氛围感 是95后无法忽视的潜力骨 网评最高颜值 95后陆剧女星TOP3 田希薇 田希薇2022年 因古装剧《青青日常》火速崛起 《青青日常》虽然没有达到像《苍蓝绝》 和《星汉灿烂》那样火爆的程度 但热播期间也达到S级的热度 让田希薇小伙出圈 其实在《青青日常》前 田希薇就因为笑容很有治愈力 而成为小有人气的甜妹 她的五官很漂亮 眼睛大 鼻子嘴巴小巧 古装扮相也好看 重点是身材还好 是真的很漂亮 近期田希薇主演的都市剧《半熟男女》也开播了 狗血又刺激的剧情极具噱头 应该能引起不小的话题度 而接下来田希薇的古装剧《大凤打惊人》 紫叶龟分别搭档王鹤蒂与徐凯 都极具爆相 还有悬疑剧《低智商犯罪》 合作的则是实力派路线的王霄 王传军等 看来也在积极谋划转型之路 未来发展也备受看好 网评最高颜值 95后陆剧女星TOP2 王楚然 第二名是王楚然 王楚然在柳州记 饰演家到中落的名门望族 柳棉堂让她获得高热度 主要是她的古装扮相实在是太美了 每次只要王楚然有剧播出 她的颜值就会引起讨论 不管是在柳州记或是之前的听说你喜欢我 只要是有王楚然的镜头 每一幕都超漂亮 超好看 虽然王楚然长相成熟 但她其实是1999年出生的呢 比赵露丝 于书欣都还要小 感觉王楚然就只差一部爆火的代表作 这颜值绝对可以成为像迪丽热巴那样的顶流啊 网评最高颜值 95后陆剧女星TOP1 周也 冠军是周也 周也一直都是95后公认的高颜值美女 她凭着文艺电影窜起 在《少年的你》 饰演坏女孩未来让人印象深刻 后来在山河令饰演故乡 人气又往上涨 周也时装古装都蛮好看的 每次只要出席活动 周也的生徒都会引起讨论 她的颜值状态一直都很好 精致立体的五官 在新生代小花里非常能打 是公认95后小花里的颜值前段班 她真的漂亮 而且气质可言可甜 既可以是人畜无害的女大学生 也可以是满腹心机的恶毒反派 可塑性强 且若继续走恶女路线 突围成功的概率更高 周也主演的大女主古装剧 锦岳如歌 已于今年三月杀青 萨爽女将军加重生复仇的元素 也是极具看点 好了 看完以上网评最高颜值95后 录剧女星Top10 你心中的第一名是谁呢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对不起